第二次核酸檢測 排队40人 太冷了 工作人员去卫生间了 让等10分钟 我刚刚在小区里核酸检测 等了半个小时 工作人员去卫生间 15分钟都没回来 混透了 然后现在好像系统又不好使了 排了能有五六十人 又不行了 真的这种严寒天气 就这样容易冻发烧了 我再换个地方看看 能不能坐上真是没事了 太早醉了 冻死了 有一种上平雪大世界的感觉 都穿成这样了 雪地鞋 羽毛服 都这样了 还是冻透了 这上铁路公园这个检测点 也是这样 排不起 这个大街上也没人了 看后边 前面也没人了 儿童医院 疫情管控 封闭了 这可咋整啊 这回不是动得得得搜索我 这回彻底冻抽出来的 太冷了 我现在到春阳大街 想找个核酸检测的地儿 哎 貌似没有啊 春阳大街这人也不多了 我今天上哪能捡上呢 真是记录沉沉苦地的一天 找不着地儿做核酸检测 能找着的全排的 人满为患呢 排队排不起的 发烧了看咋整个买药都买不着 天无绝人之路 我终于找了一个 人不多 你现在还动别子呢 这两台 哎呀终于进屋了 暖和暖和 你看这手冻的 现在已经 身不止了 你们知道冬没有多冷了吗 真是 这是今天第二次核酸 这要是再整个四五次 我半条命就没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啊 晨晨是新人 粉丝太少了 接着来个强烈推荐 冲我这个像冻的 跟胡萝卜一样的手 这样点个赞啊 拜拜 拜拜 拜拜